大家好,8月16日第二部视频 越南超过孟加拉国成为世界第二大成一出口国 看到这新闻才知道原来孟加拉国原来是世界第一成一出口国 原来还以为是中国呢 看来这些年这个产业升级真是有成果 已经把成一世界第一给丢掉了 现在看来也只能是第三名了 因为第一是越南,第二是孟加拉国 这个新闻继续佐证了越南政治体制改革所迸发出来的活力 对国民经济的良好促进 越南我们在前面做过一期 说越南的政治改革 越南虽然同样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但它走出了民主的重要一步 向全国人人一票的普选 国家领袖 向党员直选 地方党委负责人和全国书记 向全国议员公开竞选 然后由民众直选 向财产公示 向公务员取消终身制 向公务员虽然取消终身制 但责任是终身追责 这些非常亮丽 阳光的改革方式 相信随着假以时日 会不断动发出 就是中国常用的那个词 叫红利 这是什么红利呢 这是真正的改革的红利 这是政治改革的红利 这是一个积极向上的政府 与勤劳的人民 所迸发出来的红利 对越南所新取得的这种成就 表示深深的敬佩 具体分析原因就是 因为这个越南 在去年欧盟与越南签署的 自由贸易协定将从今年夏天 开始生效 必然会对越南的出口和成本 产生巨大的优势和作用 这是外在的原因 还有呢就是在国外 这个在国外的很多成衣制造商 纷纷将产业链移到越南 中国也是其中的重要一员 因为中国的营商环境非常恶劣 土地厂房还有带来的这个工人的工资 也是因为这个居住住宅的这种成本也在高企 所以工人的成本也在上升 所以很多企业都离开了中国 越南 祝贺你 我们会持续看到越南的不断发展 拜拜